不等他说完 马金虎就摇着手说 没那回事 俺家经理相公以前也觉得 不好学人家的不传之秘 就派了我去试探性的打听一下 结果啊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不管我装傻问什么 人家都是有问必答 还把话说得非常透彻 我们环州就在跟人家学呢 打仗的本事 千遍万化 我家经理相公不输于人 这一套整体治军的本事 我家相公却在安心的学 云征为此 还亲自编转了一本书 叫做什么标准军事管理条例 印了好多呢 经理相公好像也给了我一本 如果没出错 应该就在我的包袱里 临出门的时候 婆娘好像把那本书装进去了 不等马金虎絮絮叨叨的说完 杨文广就窜了出去 看着杨文广的背影 马金虎大笑着说 拿书就好啊 千万别动我的私房银子 张玉暴怒之急 武圣军答应接收伤兵 却要求这些伤兵身上 绝对不能有什么寄生虫 说白了就是跳蚤和狮子 眼看着那些伤兵 被石灰水折腾的惨叫连天 大吼一声住手 就急匆匆的冲了过去 对一个带着厚厚一层白沙的军士 怒吼道 你在做什么 那个君族好像并不畏惧上官 隔着白沙 嗡声嗡气的说 除虫杀军 这样的痛苦他必须承受 这谁都不怪 就怪他平日里不干净 俺家将主有令 南方施热 很容易产生瘟疫 所有伤兵进营之前 都必须彻底的除虫灭军 而后方才准许接收 将军如果认为 我们是在虐待将士 那就大错特错了 张玉把牙齿咬得咯吱吱的 难道敌帅受伤 也要遵循这一套不成 那个带着白沙的军组道 确实如此 我家将主如果受伤 也必须经过消毒这一关 至于除虫就不必了 我家将主身上不可能有虫子 将军 您莫要再阻拦杯子了 这位兄弟腹部受创严重 等一会儿 还要拿药水清洗他的肠子 如果不清理干净 他的肚子就算长好了 里面也会烂掉 张玉听得面如白纸 至于那个正在叫喊的伤兵 听到武圣军君族的话之后 咯咯一声 就被活活的吓得晕过去了 张玉左够右盼 很想找一个坚实的理论来支持自己 在这里不管他怎么找都找不见 那个君族应该不是普通的君族 应该是衣冠 在军营里地位很高 这种人没人愿意得罪 尤其是在军阵上 连张玉这样的高级将领 也不愿意轻易地得罪 张玉忽然发现一个不同之处 自己的部下需要把全身扒的金光 把脑袋泡进石灰水里 而环州的那些人好像不用 他们只是被一些君族 拿棉球将浑身擦拭一遍 就进了伤兵营 急急地走过去之后 发现马金虎正在一脸认真的 一个个检查自己部下的脑袋 好像是在捉狮子 不时地从队伍里弄出来几个人 让抬着伤兵过来的人 继续帮伤兵清理身上的虫子 马金虎见张玉走过来了 黑黑一笑道 人家规矩大呀 咱们还是遵守为妙 不过那个君族可没说错啊 进营的检查这道关口 谁都要过 您不知道了吧 以前想进入人家军营的大批人员 必须在军营外面待够十五天 才能按照今天的规矩进军营呢 人家现在没有要求我们在外面待十五天 已经很优待了 张玉郁闷地道 这又是为什么 马金虎哈哈一笑道 听说啊 叫什么防疫 就是预防瘟疫的意思 说着话 直指那些脸上戴着白纱的怪人 又对张玉说 您别以为他们是在遭见我们 这的确是规矩 您知道那些君族在拿什么 给将士们擦身体吗 张玉这才拿鼻子嗅嗅 他竟然闻到了浓烈的酒味 刚才胸中满是怒火 没有注意到 于是奇怪地说 难道是酒 马金虎神秘地点点头 差不多 我们前天喝的那种酒 知道吧 那种酒 其实就是人家制造擦身子的那种酒 剩下的残渣 人家棉球上沾的那东西 叫做酒精 说不上价比黄金 反正比银子便宜不了多少 环州购买了十桶 我家经历相公心疼得快要抽过去了 特意下锅命令 只能给重伤的将士使用 轻伤的兄弟一律用流汁水 张玉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那天喝的那种酒 已经是自己喝过的酒里面 绝对算得上上品的好酒 结果那种酒 连擦拭身子都不够高 他只知道一点 名叫什么精的东西 绝对不会便宜到哪去 作为副将 自然要把这些事情 一一的禀告给狄青知道 刚刚从外面巡视回来的狄青 解下头盔听张玉说完 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很快就笑道 还真是一只银子 堆出来的军队啊 军队啊 你现在难道还不明白 云正为何来到广南吗 老夫开始也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彻底的明白了 张玉想了一阵 还是没有半点头绪 拱手道 请狄帅明示 狄青大笑道 人家千里为官只为财啊 无胜军千里作战也是为了钱 一支万人规模的大军 要做到衣食无缺已经很难 还要装备全大宋最好的武器装备 还要配备众多的战马 嘿嘿 这支军队就是一头未不保的春金兽 不管多么好的武器 也不能掩盖五胜军是一支乡军的事实 这样的军队只能用金钱去催动 所以现在的五胜军才会锐不可当 能让上万人亡命作战 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只能是大量的金钱 这些金钱的数目 必须多到让五胜军的乡军们 毫不吝惜自己的性命 这样的一群人 只要配上足够严厉的军阀 足够公正的分配 再加上一个不太傻 不太怕死的将军 然后依靠精良的武器 他们的确能创造出足够的奇迹来 不过呀 这样的军队 注定了智能是昙花一现 所以呢 所以云征才会在五胜军刚刚成立 就开始大规模剿匪 将蜀中的盗匪全部清剿干净 他在用盗匪的钱粮 来养活他的五胜军 也就是传说中的一战养战了 蜀中盗匪已经清剿一空 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率兵南下 争较浓至高 并且每一战争先 而且他们表现出的战力并不比强大的西军差多少 如今五胜军两战都是大胜 军心高涨 如今他们的战力已经攀升到了最强 正是得用的时候 五胜军根本就是为一场战争而胜的军队啊 张玉自认不傻 可是狄青的一番话还是让他云里雾里 不明白狄帅为何说五胜军是为一场战争而胜的军队 狄青见张玉一头雾水的样子 叹口气补充道 唉 人心是没有止境的 假如说五胜军成军的时候 一百文钱就能满足将士们的胃口 那么到了他们剿灭蜀中盗匪的时候 就需要两百文 等到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广南的时候 至少需要四百文才能让部署安心 经过两次大战之后 哼 要是没有一贯钱 云征休想能够控制自己的大军 如此累吹下去 总有一天 云征的大军会被他部下的贪婪胃口 给活活撑死 一旦云征不能拿出更多的财火的时候 五胜军就到了星散之时啊 说到这儿 狄青长叹口气 老夫以为我大宋又能出现一枚将星 可以保护我大宋子民不受外敌侵扰 如今看来 大宋诞生的不是一颗将星 而是一个恐怖的权谋架 哈哈哈哈 人家利用一支残破的军队给自己捞足好处之后 就会眼看着这支军队兴散崩离 这样一来 好处多多 朝野上下都会认为他是自解兵权 遵征选当年太祖杯酒士兵权的旧礼 陛下一定会按照旧礼安置于他 和石家曹家这些将门并列 他本身就是名士 学问听说在手中数一数二 老师故旧遍布朝廷 又教好文官 闲暇之时索听考试 东华门唱名何族盗贼 哈哈哈哈 他不但会成为老夫口中的好汉 也会成为韩琪口中的好汉 好算计啊 只是又有谁为大宋的边疆黎民考虑过 狄青拿过前日张玉拿来的酒坛子 摇晃两下 见里面还有酒 就端起坛子 一口气将里面的残酒全部喝完 然后挥手让惊叉得如同泥雕木素一样的张玉下去 自己何以躺在床榻上 呼呼大睡 张玉走出营帐 远远的看着惨叫连天的五圣军营寨 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 以前总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 总觉得像狄帅这样的人 未免古板一些 不知道进退之术 看不透人情世故 只知道一味的兴军大仗 今日一席话 才让张玉清醒的明白 自己才是真正的蠢货啊 狄帅能看透云征的部署 就说明这样的法子 敌帅也能想出来 武圣军那样的军队 敌帅也能培养出来 这样高规格的战斗 不知道朝野里的那些大员知不知道 应该不会知道吧 毕竟那些人不是纯粹的将军 他们不可能看透这种纯粹的属于武将的御下之道 这么说 云征的阴谋或者说是阳谋 已经成功了足足九成 只要彻底的击溃农至高 张玉能想得到 云征会是如何骄傲的拿着金鞭敲着马凳 高奏着凯歌在东华门县街 中江汴梁城的男女老少 一定会挤在大街边上 欢迎王石凯旋 那些美丽的青楼大家 会边歌边舞 闲着金杯将美酒 敬陷在云征的马前 无数的花果 会将云征彻底的湮灭 一个俊美的传奇的少年英雄诞生了 并且将富贵一生 张玉绞尽脑汁的 在考虑云征这样做 到底对大宋有什么坏处 结果想了整整一夜 都没有找到 对大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因为有了一支强军 大宋轻易的就扑灭了南方的悔患 国家得到了保护 云征手下的军士 也一定会得到大量的钱财 和丰厚的赏赐 而后卸甲归田 人人满意 至于云征得到一些荣耀 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他所有的功绩都是实实在在的战功 不论是官家还是御史 绝对挑不出他半点的不是来 这就是一个妖孽 一宿没睡觉的张玉咬牙切齿的说道 云征带着大军走进军寨的时候 张玉看着那张灿烂的笑脸 觉得自己的血液都似乎停止了流动 直到云征向他第二次行礼的时候 才从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连忙束手邀请云征去大帅的账目谈话 因为云征不属于敌帅管辖 乃是客军 所以该有的礼仪不能差 云征到来的时候 农志高正在进攻辖口高地 杨文广 马金虎 梁吉 张杰 全部出战 依靠自己有弩工的优势 不断地消耗农志高大军的实力 这是早就计算好的 有这四位将军出战 迪征实在没有必要去前线视察 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迪征准备了丰盛的宴席 招待远道而来的云征 这让云征有些受众若惊 没听说迪征也会这一套 难道他不该是一位只知道打仗的铁血军人吗 今日的狄青和蔼可亲 完全没有了军阵上的冷峻 额头的金印在喝了酒之后就变得通红 剑云征不停地盯着他的额头看 就特意把头发撩起来 让云征看个仔细 剑云征打算抱拳告罪 笑着摇摇手说 哎 无妨 这是老夫的荣耀 当年的罪求 已约成为疏密副使 未及人臣 此生无憾意 云征正色道 金印固然是大帅的荣耀 然而英雄受辱于奴隶人之手 乃是大宋的耻辱 是国朝的耻辱 必定会被后世子孙耻笑千年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俗话说 学成文武义 卖于帝王家 老夫卖了个好价钱 不知云都间 不知云都间与作家几何呀 云征停下酒杯 笑眯眯的看着云征 但是眼睛却亮的吓人 永平寨 本就修筑在山谷口 原是广源州的 进出大宋的前哨 被敌情夺了之后 就变成大宋 进入广源州的前哨 和交旨 平分弥陀侠谷要道 所以农之高 这才不惜一切代价 要永平债攻下来 敌情问话的时候 外面战事尤罕 一阵密集的火药弹爆炸声传来 将云征从精仪不定中惊醒 将杯中酒一口饮尽 演示一下自己的失态 笑着说 良极到底还是经验不足啊 这时候不该动用火药弹的 这样容易把农之高打跑 会坏了书密室的计策 狄青见云征顾左右而言他 也不逼问 笑着邀请云征吃正好的大宴 还说 这是自己昨日特意打来的 让云征多吃一些 见云征夹了一截大宴的脖子 吃得津津有味 笑着说 你是一个会吃的 老夫出身草莽 以前啊 吃鸡鸭鹅这些禽兽的时候 总是喜欢吃肉质肥美的地方 后来富贵了 参加的酒宴多了 才晓得禽兽最好吃的地方 就是脖子 只有乡下人才喜欢吃胸脯上的厚肉 你说起来也是出身贫寒 却是天生的富贵名 从吃饭就可见一般啊 云征脑海之中 警铃大作 狄青绝对是话里有话 每一句话都似乎有所指 他到底要说什么呢 云征在想 从什么时候人开始不好好说话 开始变得拐弯抹角起来了 明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非要故作高深的绕上百十个圈子 才让你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样做很不利于交流 这是一种逆反 一种倒退 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 显摆自己智商优越的产物 最喜欢远古时期 男人看上女人 一膀子敲晕之后 直接脱回洞里的爽力 此地无人 书密室要说什么 就请明说 卑职无不遵从 云征放下筷子 坐直了身子 看着狄青慢慢的爽 狄青从自己面前的菜碗里 加了一块蒸鱼 这才坐直身子 看着云征的眼睛问道 五圣军的战力 还能保持多久 或者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 放弃五圣军 云征皱着眉头道 五圣军只是为少年军 争取时间的产物 自然需要存留的时间 越长越好 如果能把他的价值压榨干净 自然是最好的事情 不过就目前而言 五圣军的存留 不取决于我 而是取决于朝堂上的 奄奄诸功 我以为 最好在大宋 还能支持的时候崩溃 太平盛世 人们总会习惯性的 忘记远方的危难 一旦大难临头 那些人就会回忆起 大宋还有过一支强军 说不定就会后悔 自己亲手毁了一支强军 以后 当少年军崛起之后 他们在下手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点顾忌 狄青既然已经看透了 自己的安排 这时候再说谎话 就显得格外的不尊重人 尤其是狄青 云征总想给这位统帅 留下一个磊落君子的印象 抬头看狄青的时候 才发现他一脸的惊恶 云征不由的想 自己刚才说错话了 狄青的表情 在转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拿起公块 殷勤地给云征加了一块 鱼肚子上最肥嫩的肉 笑着说 说说 说说少年军 你是怎么想的 既然自己已经把 组建少年军的想法 说出去了 这时候也就没有必要再隐瞒 云征沉吟了一下道 五圣军根基坏了 不论我如何训练 这支军队注定成不了大气 狄青点头道 说起挑选士族啊 真是门学问 历朝历代 方法人人都有 巧妙各自不同啊 战国时的标准是力气大 能跑 无起在魏国玄武族的标准 咱们大宋是望尘莫及的 参加选考的人 穿三层甲 跨着能开十二弹的硬弩 背着装有武师之箭的箭囊 扛着哥头带盔 腰配箭 带三天的干粮 在半天之内 急行军走完百里路 这样的要求 已经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做到了 李唐是清骑兵的天下 招兵标准自然是善骑舍 卫戍长安的军队 号称飞纪 百纪 千纪 万纪 选的是士族中的骁勇善骑舍者 到了咱们大宋 北方割据 马缘没有了 只有猛操步兵 于是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 变成了身长体壮 太祖当年亲自挑了批长壮的军士 冲作兵样 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样板兵 不知道吧 老夫就是兵样出身 后来嫌兵样太麻烦 改用一个墓杖 叫等长杖 按身长尺寸招兵 长壮的当禁军 短弱的当乡军 到了先帝时期 从军者人数甚少 于是就从罪囚中招募 甚至将遭受了天灾的流民 招募为军队 如此一来 军队还谈什么用力 五胜军就是这样一支 由罪囚流民组成的军队 如果刚刚成军 以你的智慧 还有办法将他们训练过来 成为强军 因为那个时候 组成这支军队的那些人 不管是暴力也好 懦弱也罢 还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气质 只可惜啊 五胜军已经成军近三十年 多年的乡军生涯 已经把这些人变成了一根根的木头 无仁义之心 无廉耻之干 一心只为吃饱肚子 此生别无他求 这样的军队啊 哪来的战斗力啊 只要给钱能吃饱肚子 要他们造反都成啊 老夫当年苦心故意的 想要整理重整乡军 只可惜啊 无论老夫如何操练 依旧不能成军 在潭州 老夫为团练的时候 曾经用严刑酷法来操演军族 想要改变乡军 谁知道 那些兵族宁愿自残 也不愿意上阵作战 一营之兵 自端较职者 多达六十余人 狄青说到这里的时候 痛苦地闭上眼睛 云征拿起酒壶 帮狄青满上之后 小盛说 怪不得 您能够一眼看穿 武圣军的本质 老夫宁愿自己看不穿 如此还能从 武圣军身上看到希望 看到解决大宋 一百余万乡军的解决之道 哪怕自己骗自己 都比现在做一个 明白人来的轻松啊 云征啊 你是一个智者 读书读得比老夫多 你来告诉我 你真的能把一支乡军 变成无谓的猛士吗 当然 在不用海量银钱的情况下 云征想想自己 第一次见到武圣军的时候 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不由得再次打了一个冷战 苦笑一声道 不能 这两个字好像并没有让狄青失望 他点点头道 嗯 老夫也不整 说说你的少年军吧 难道你真的打算从柿子中间招募军事不成 这可比你把乡军训练成无敌猛士 更加的艰难啊 云征笑道 军中有几个世子已经不错了 谁敢存着这样的念头啊 狄帅 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把现在的乡军变成猛士 却有办法把他们的孩子变成真正的猛士 您也说过 人生百年不过弹指一挥尖 一代人巨脸钱财 一代人雄起 这是必然的 这件事我已经在做了 武圣军最重要的地方不在都江燕 而是在环州武圣堡 那里也是武圣军妇孺居住的地方 武圣军的军侯江哲就在专门负责调教那些孩子 他们不但要学习武技 还要学习认字 最重要的是 还要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必胜的决心 您刚才说前人选军以及大宋选军的法子 他们都太偏颇了 只注意一个人的体魄 却丝毫不注意一个人的精神事件 那样的军队怎能做到战无不胜呢 相比搏命厮杀 武圣军更注意武器的发展和研究 那种火药弹 也就是您口中的震天雷迟早会成为战场上的王者 一旦武器变得更加先进 对将士的身体要求就会下降 这样方便我招募更多的人 杀敌于百丈之外 才是行军打仗的最高要义 而不是单纯的厮杀 狄青不由的笑道 你打算改变千万年以来的作战模样 打算开一代之先河吗 你刚才说训练武圣军子弟这一条 确实出乎老父预料之外 但是杀敌于百丈之外 难了点 云征端起酒杯 敬了敌情一杯后 笑着说 几千年以前 我们把文字刻在硅甲上 后来铸造在青铜器上 写在涓博上 到了汉代才写在纸上 这说明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您已经看到了震天雷的威力了 怎么就怀疑起杀敌于百丈之外的话了 八牛弩是目前最强大的投掷武器 它已经能够把弩枪投掷到七百步之外 只要我手里的八牛弩数量多一些 用弩枪装载火药弹 您还以为我不能杀敌于百丈之外吗 狄青黑然一声道 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何为八牛弩吗 那东西想要拉开 没有三十个人休想啊 总算后来用了脚盘 也需要八个人操作 那东西奔重之极 你打算如何移动啊 莫非只用来守城 不可取啊 哈哈哈哈 云征大笑道 您都说了 这东西以前需要三十名君族才能拉开 后来用了脚盘就减少了二十二个人 您敢肯定五圣军的八牛弩也需要八个人 脚盘的出现把人数减到了八人 您就不想象 几轮的出现又能减少几个人啊 您说八牛弩搬运不易 我们只需要给八牛弩加上两只轮子 一匹骡子就能轻易的拖着三架八牛弩跑来跑去的 有什么搬运不易的 您打了这么多年仗 就没想到给八牛弩装上俩轮子 狄青刚刚喊到嘴里的一口酒 立刻就喷了出来 立刻拉着云征的袖子道 曾公亮说 你拿火药将鼠中成烟罐的大殿给炸没了 老夫还不相信 现在知道了 你是拿八牛弩炸的 云征得意的道 就什么八牛弩啊 把火药塞进三青的肚子 老天才知道成烟罐是怎么毁掉的 那是遭了天罚 能把一代名将惊诧的把酒喷出来 云征心情极好 猛不妨这家伙提起成烟罐的事情 差一点就不打自招了 狄青哈哈笑道 那就是把火药塞进三青雕像的肚子里点招炸掉的 老夫已经知晓了 这种杀人害命的事情啊 以后少干 干了之后也要死不承认 要不然啊 就是和老夫一样 在脸上烫金印的下场啊 身为武将 心不黑手不辣 做什么武将 炸了就炸了 算的什么事啊 云征的嘴角在微微的抽动 大宋朝廷的老家伙们没一个好的 一个个都是人精 今后还是闭上嘴巴装高深莫测比较好 狄青停下笑声对云征道 明日武圣军出战 让老夫看看你杀地于百丈之外的本事 西军也少折损两个精锐 云征没好气的道 现在还没有杀地于百丈之外的本事呢 不过防守的时候不死人这一点 还能勉强做到 不知不觉已经是三更十分 外面月明星夕 军寨里灯火通明 在墙上的军兵盈盈抄抄 在月光下反而显得很不真实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 云征走出狄青帐幕的时候 忽然听见狄青小声道 走得稳当一些啊 云征点点头 就扬长而去 很久以前 云征认为 古代的臣子 除了奸臣之外 就是忠臣 不管看戏 看历史 还是看连环画 亦或是听评书 大都如此 等自己身处历史的漩涡的时候 却发现这样的认识 非常的浅薄 狄青不是奸臣 绝对不是 他是一位抗击外族入侵的 大英雄 那么按照那时候的想法 狄青既然是忠臣 是英雄 那么和狄青作对的韩祺 就一定是奸臣咯 但是从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韩祺不但不是奸臣 反而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豪姐 他在恒山作战 同样奋不顾身 他在大明府做官 也有青天的美誉 他唯一的毛病 就是看不起武将 或者说 他对武将 有着极为深重的戒心 这其实不怪他 晚唐时期的节度史叛乱 导致强盛的大唐江山轰然倒塌 继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五代十国 无数的武将在这片大地上上演了无数的丑剧 阴谋 背叛 厮杀 不情寡义 寡怜贤耻 阴毒狠绝 这一幕才刚刚过去 难免会脚望过正 云征不是纯粹的宋人 所以想的更多的是未来 那些文臣 不知道几十年后 就会有非常凄惨的命运 降临到这片土地上 那些文臣 只会习惯性的 从历史上找依据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吗 就目前看来 大宋的朝征还只是两派好人在争斗 至少还没有谁为了一己之私 打算彻底的毁掉大宋 这也是云征对这个王朝还存有一丝好感的原因 瞅着天上的明月 云征脑子里忽然跳出陆轻盈的影子 月面上的那片阴影 看起来就像是他抱着闺女正在看着自己 老婆孩子一出现之后 什么文武之争 什么武圣君的命运 统统都被他抛出脑海 贪婪的看着月亮 这个时候 闺女该学会爬了吧 鼠中也该变冷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云征都会在家里做火锅吃 没有辣椒 其实那就不叫火锅 只是一大锅炖菜而已 想起陆轻盈团的丸子 云征就止不住想笑 才开始笑 鼻子一酸 竟然有眼泪流下来 自从到了这个世界上 云征基本上就没哭过 哪怕在忍受高坛胜施加给自己的酷刑的时候 也只是流汗 没有流泪 甚至脸上还有笑意 自从有了孩子 云征发现自己的心肠似乎软了很多 猴子和憨牛不明白酱主为何在大半夜的想吃火锅 不过那个黑桃的锅子军中也有 赶紧帮着找出来 又去厨子那里找豆腐和肉 最终把火锅做出来了 闻着香气肆意的火锅 云征却低着头回军帐睡觉了 猴子往嘴里放了一大块滚烫的豆腐 嘻嘻哈哈地吃下去之后 问韩牛 老爷怎么了 锅子做好了 为什么又不吃了 汉牛嗡声嗡气地说 我哪里知道啊 要是知道了 我就是老爷了 说话的时候 苏巡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 拍拍猴子的后脑勺 让他腾出一个空位来 拿了一双筷子 也跟着捞菜吃 他有一个不错的紫金酒壶 一边吃菜 一面喝酒 兴致很好 见猴子和憨牛瞅着自己 烦躁地摇摇手道 别问老夫 老夫也不知晓 总归不过是伤春悲秋而已 长夜漫漫 不如我们行个酒令如何 猴子和憨牛谁也不接话 低着头猛吃 苏巡自嘲地笑了一下 骂一声憨惑 就加入了吃饭的队伍 他能感受到 云征的失忆和落寞 不过这种事情 谁都帮不上忙 只能自己一个人扛 不过来都看起来 不过来都看得到了 董开 崩死 不过这个一手 什么图